然後他閃爍一定要跟我講喔 誒他剛剛是自動更新嗎 這可怕了吧 太可怕了 可以嗎 就這樣好不好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叫高師符號 曲高師符號 他圖形其實蠻酷的耶 其實很想講 可是 偷偷講一下 他圖形長這樣 就是有點像階梯的形式 這個我們在後來數學系會講 他叫高師階梯 很酷的一個函數圖形 一層一層爬上去 下面三角函數高二會學 我們先來看到範例一 範例一 範例一 這一個很簡單 他要求函數的定義率 函數的定義率就是什麼 只要你的x可以代入 那這個定義就ok 只要x可以代入就ok 那我們看一下第一個分次 L等於什麼 根號的6-x-x平方分之1 它的定義率 請問x什麼時候不能代 很簡單嗎 只要你的x代入 使得分母變成0 是不是就不符合 可以接受嗎 所以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分母不能回0 所以我們可以推得 你的定義率 你的x怎樣 我們要去特別探討 就是根號的6-x-x的平方 不能等於0 那不等式 不等於0的式子 請問有教過你怎麼算嗎 有 很簡單 你就先把它當等於0 最後算完之後 全部畫上斜線 它就變成不等式了 可以接受 那剩下就是運算 左右平方你會得到 x平方加x-6 我們開始跳比重 這很簡單 然後音式分解一下 x-2x加3 然後呢 x是等於2或者是-3 注意哦 是不等式 所以最後畫上斜線 所以你的定義率是什麼 只要x不等於2 x不等於-3 全部都可以代入 就這麼簡單 好嗎 那怎麼寫呢 就寫 你在寫這個就可以了 就寫s不等於2 我們寫好一點好了 我們寫好一點好了 屬於時數 寫s不等於2 寫一個高級一點的寫法 s屬於時數 寫s不等於2或是3 這樣子可以嗎 這什麼意思 我解釋一下 這個就是收集什麼東西的意思 這是一個集合的符號 我們等一下到後面的題目 還要看得到 這要怎麼用呢 把s收集起來 那這個x的特性是什麼 它是一個時數 而且它不是2 也不是-3 然後把剩下的所有x收集起來 這個是叫集合 這叫集合 這些集合都是我們要的 就這樣 那講的是 這一槓槓是什麼意思 這一槓槓是把它區隔開來 後面指的是前面這個人的特性 用很像是英文的武術用語的意思 特性 可以嗎 這個x有什麼特徵啊 長的時候又肥 鐵頭 就是這樣描述一下 可以嗎 再來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要求它的值域 值域 就是它的y的範圍 它算出來這個答案的範圍 最大多大最小多小 好 我們把它的範圍寫出來 這叫值域 那你看到了嗎 第二小題它是一個什麼 一圓二次的方程是 x 等於x的平方-x加1 我好緊張喔 它等一下如果沒有錄 一定要跟我說喔 好 好 因為禮拜天有發生過這樣的狀況 禮拜天 我上了三個小時的課 結果後來學生我去看片片 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17分鐘 第二段18 第三段19 我上了三個小時 然後它就說 我是你從立體2之間跳立體9 很可怕嗎 它會有時候會自動 自動就crash掉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事 好來 它是一個一圓二次式 那你應該知道 一圓二次式 是不是如果開口向上 因為它領導係數是正的 我們等一下後面還會再介紹 領導係數是正的 開口向上 是不是應該會存在一個小小的幾小值 可以接受嗎 它會有一個最小值齁 所以我們要怎麼求出最小值咧 我們先經過配方 怎麼配 直接配齁 x-1-2 括號的平方 會不會太快 加1 那我們先上車後五量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1-4 最後還要把它減回來 我這樣寫得不太快 有沒有人看不懂我的配方 有沒有人看不懂我的配方 我再寫小的 我寫慢油了 來 s-x 然後呢 加上一個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加1 中間向除以2在平方 這裡是不是這裡要加1-4 可以接受 所以這裡多加1-4 這要多-1-4 減回來 然後呢 合併成完全平方式齁 s-1-2的完全平方 加上4分之3 所以這個點的最小值 你就配方出來 它的頂點就是什麼 當s等於2分之1的時候 會有最小的4分之3 所以什麼叫它的值域咧 它的y是不是就是它的值域 對吧 所以它圖形是不是全部整個都在上方 最小的地方它的y是多少 是不是4分之3 你看 所以它的值域 我要選 它的y 要怎樣 大於過等於4分之3 好 這是一般人的寫法 那寫得完整一點 我們怎麼寫 我們再練習一下 剛剛那個集合的寫法 我們要什麼咧 我們要y把它收集起來 那y有什麼特性咧 y是一個實數 而且它的範圍 y是大於4分之3的 這句話好像沒有廢話 大於4分之3就是一個實數 我這樣寫好了 y大於4分之3 可以接受嗎 是這樣 外面兩邊是大瓜 好來 這是我們經典範例1 很簡單吧 就是國中的複習 國中生也會寫 再來我們看範例2 她是不是女生蜜我 剛剛有個人問我一個問題 她說問你一個很難的問題喔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眼睛 來接下來我們看經典範例2 經典範例2是我們以前 在教一元一次多項式 或者是那邊 國一的時候 有教的蝶蛋 根據她的範圍 然後呢 我們去帶入我們一樣的函數 找出她的值 來我們看一下 經典範2 這個值你不要亂帶喔 它是有規定的 fx它有三個可能性 s-2的時候 是帶什麼時候 是s大於5你要帶這個 然後2的x呢 就是 近於0到5之間 你要帶這個 再來最後一個 -3x加2 是s小於等於0 可以嗎 那我們來看第一小題 很快 f3 s的地方 如果等於3 我要帶誰 很簡單嗎 所以近於0到5之間 所以我們要帶這個式子 可以接受嗎 3帶進來 2 3得6 這個答案就是6 就這麼簡單 再來看第二小題 我開始加速 f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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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 19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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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範圍去找他的殖遇 這是我們的範例二 因為這題很簡單 所以我講得比較快 可以嗎? 可以嗎? 今天反正可以上門輸一歲 今天這樣感覺就比較好 來,你範例二看一下 你如果OK,你稍微看一下範例三的選項 因為我要先畫一下 來,你看一下 畫的圖 第三,就是 胡姐而已 他們有什麼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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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Y值最高是7,所以它的值欲应该是1到7 所以第三个我们能选 再来第四个 再来第四个,它没有10根 与什么呢?与LX等于0,它没有10根 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注意哦 有没有10根,其实我们在图形上基本上都是看它的焦点状况 你要去理解,LX 我注意一下 然后去理解,LX等于0 它实际上指的是 要画在图形上,是不是至少要有Y的图 所以是Y等于LX 然后与Y等于0 它的焦点各处 Y等于0指的是什么线? 是不是水平线?可以接受吗?水平线 还有Y等于LX 是不是这一条黑色的线本身?可以吗? 它们两个,如果今天解连利 会有解,就代表它们存在有焦点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有无焦点 那你自己看一下,它们有焦点吗? 没有嘛 一个在下面,它是不是最低也是1 所以我们的第四个选项 不能选 再来看第五个选项 方程是LX等于4 它有四个相应时根 一样,重新理解 LX等于4是什么意思? 代表 Y等于LX 就是黑色线 跟我们的Y等于4 看它有几个焦点 看它有几个焦点 那Y等于4,你这样水平线的画过来 从这里画过来 又几个焦点 很明显 是不是三个焦点 1 2 3 所以它会有四个解吗? 不会,它只会有三足解 所以你四选项也不能选 五选项也不能选 它只有三足解 再来第六个 定义页是从-2到4 对吗? 我这里写错了 不好意思,这是-2 没有错 最左侧是-2 最右侧是-4 我们看的是X的范围 所以答案我们选 125 125 诶? 126 126 126 来,以上 这一题也是很简单 那你自己看一下 126 126 126 那右边的练习 我们就自己瞧一瞧 他讲一下这个链3 那个链3 知道怎么看吧 他用哪一些图Y是X的函数 很简单 就是画千锤线 看它的焦点各处就好了 对吧 国家这个东西 就不讲了 分 再来我们看那个金饭4 金饭4我觉得 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之前在函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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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暑假吗? 我忘记了 我们在之前暑假好像有讲过 这一题 还有印象吗? 来,你看一下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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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是不是如此的轻松撒头 就代表他根本不能算 我可以做得到 7-0-E WOO 我可以做到 我看到他很快死掉了 很緊張 夜還長 我們還有下一堂 最近鐵頭一直在鼓吹我們要和候去開早餐店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 因為我覺得如果Chris跟鐵頭在講房色效的話 我大概我們補習班也做不長了 所以最近鐵頭在物色早餐店 真的我們有在討論看到幾個選項 好像蠻有興趣的 因為看到我可能去當那個服務小姐 很開心 今天是蠻像做早餐的 我大概在做兩名說明是不太好吃了 說不定啦 不知道 如果有很多女學生再說 早餐店其實蠻好的 之前鐵頭有個idea我覺得很酷 他說他想要在東門市場租借一個攤位 然後租借一個攤位 然後就 我們就是負責租借了 我們就是當二房東 然後呢 然後給他們一個擂台 給那個廚師一個擂台 然後我們就在東門市場那邊 出現一個攤位之後 每一個禮拜 我們都定期舉辦 有點像是料理東西 均一一樣 有A隊跟B隊 然後就請他們 然後來這邊 你有看過這個 中華一番還傳奇嗎 小當家 有啦 那極盡師傅啊 你記得那一集嗎 好算了就這樣 他就分成A組跟B組 然後每一天可能請不同的人來煮菜 好 美術天分大概就這樣 他腳怎麼在上面 大概是這樣 然後每天在那邊來煮菜 然後我們就可能賣 在限定時間內可能一天兩天 然後你們就賣 看誰賣的最多 然後我們就頒獎給他 順便打知名度 然後呢我們只要負責租借這個攤位 你不覺得很酷嗎 我們什麼事都不用做 我們就等著 欸你們結束了 我們去收餐一次 就這麼簡單 未來 應該是不可能找阿生啊 呵呵 不過真的有機會 其實我蠻想 借著這個機會 如果可以租早餐店 我是蠻想做早餐的 Chris很會煎蛋 鐵頭很會吃 剛好可以配這一次 可以去外賣看 我蠻想要的 好啦 講完這幾題應該差不多了 來 最後一題了吧 我想 看一下這一題 LOS A2345X 加上56789 看到這麼亂抽的數字 基本上 一定有一些 東西在裡面 那你看到這個格式 你有沒有什麼感覺 欸 很像什麼 很像什麼 失去的女朋友 不是吧 這什麼東西 很像是不是 邪律的感覺呢 喔 有感覺嗎 很像邪律吧 為什麼 EVOLF 一個東西 這相當於 一個Y值的概念 Y1 啊 這個咧 相當於Y2嘛 那你所帶入的 根號 4321 不就是X1的感覺嗎 X2的感覺啊 X相減分支 Y相減 不就是斜率嗎 對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 它又是斜結式 所以斜率叫2345 根本不用算 答案就是 2345 聽不懂我在講什麼的朋友 接下來我要畫圖了 它的斜率是2345 這一個應該沒有問題吧 它的圖形是一條直線 所以如果真的要畫 它是一個很陡峭的直線 聽不知 那 根號 4321 在這邊 根號 4321 當S的地方 用根號 4321代入 你得到的Y叫什麼 是不是 就叫 F 根號 4321 你把它算出來 這是你的Y值嗎 對不對 但我要算嗎 我不用算 那下一個點 是不是叫 根號 3210 在這邊 根號 3210 所代入的直 是不是叫 F 根號 3210 然後題目問的是 S-X分之Y-Y 那你要求的不就是什麼 它的什麼 就是斜率啊 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一題 答案就是2345 為什麼是2345呢 因為這個形式 是不是叫斜結式 前方的代表它的斜率 斜式 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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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代表斜率 斜率 當S的地方用0代的時候 Y是不是叫56789 對吧 56789 是它的Y結句 所以叫斜結式 斜結式 斜結式 來 操 操操 操操 大家是不是很想要上第五題 哦 那沒有學習的渴望 那我們就講完第五題 全家一直 今天一直發那個 沒有齁 沒有齁 這五題上完 不是剛剛好嗎 沒有吧 我跟你講個小故事喔 你知道我剛剛去全家 因為我剛剛看到全家 我剛剛去 前面Seven啊 我常常去Seven去買那個 雞叉你們知道嗎 賣到那個老闆娘都認識我 就欸 老師 你今天是不是要喝雞叉 我去幫你拿 結果今天沒有選集茶 我今天買了兩罐木瓜牛奶 你知道他跟我說什麼嗎 他說 老師 你是不是變心了 幹 我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幹 我是出軌還是劈腿 為什麼買木瓜牛奶 會有什麼大反應 結果全部人 所有的那個Seven-Eleven 跟學生在看我 幹 這個人 幹 我是傻眼 他以為我跟老闆娘有一腿 啊 好 那我們現在上到範例五 就差不多了 對不對 那我們 好 我們上到範例四 我們上範例四 我們休息一下 可以嗎 我前面講的蠻慢的齁 前面講的蠻慢的 因為 先給你一個循序漸漸的感覺 那有問題 那要留下的問題 再走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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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等於人 跟 y等於蠻慢的四 的焦點 為什麼咧 因為y是相等 那你投拼起來 是不是又變成蠻慢的 對 對吧 那有y才能 才可以畫在圖上 所以這個是其他焦點 就是 啊 他最低點是什麼 不在二二一的地方 我去沒有焦點 對啊 沒有焦點啊 喔 那你沒選啊 我剛剛以為他是說有十根 好 欸 同學們 請醒 剛剛有一個選項 我唸錯答案了齁 那個 唸錯而已 對 範例三 範例三剛才第四個 是不是沒有十根 對不對 那剛才第四個我忘記選了齁 我剛剛畫是沒有十根沒有錯 但是 我剛剛沒有選 所以我答是一二四六 喔一二四六 好 那兩次喔 範例三是一二四六 那假如上面這個不用考慮說 根號裡面大於0或小於0 嗯 對啊 就是這個 根號裡面是小於0的東西 所以 不用 就是說 x帶進去之後是小於0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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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他雙腳就是十數 好 只是他雙腳就是十數 除非他有特別多小時數 對 好 謝謝 好 可是這個考就 有點細 好 我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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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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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最低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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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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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